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张律师,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朝鲜,不管朝鲜现在如何 他有核武器也好,没核武器也好 战争起码现在是一个起码不被大国所接受的 即便是美国可以不顾中国的利益 对朝鲜进行轰炸,进行手术性的这种打击 但是未必能解决得了朝核问题 问题是你打了也是归打了 你打伤了他了,但是你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更怕如果一旦问题失控就困难了 所以现在基本的共识,国际共识就是说 美中俄三大国,你们坐下来 或者说你们共同来为朝核问题拿出一个方案 你们共同给朝鲜一个安全保证 同时也给南韩一个安全保证 然后同时要对两个国家说 谁先动手,我惩罚谁 大国的介入或者说最终用大国协调来解决朝核问题 是可行之路吗 那问题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这个办法 我认为大国这个历史上也多次的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第一,确实朝鲜没有配合 那么美国呢历史上我觉得它也不是无邪可击 比如说在这个小布什期间的这个朝鲜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遗憾的就是小国的问题的解决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大国齐心协力 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国就一定齐心协力嘛 各个国家的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允许它没有分歧的去做这个朝鲜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朝鲜的问题确实比较难解决 它跟古巴的问题跟其他的问题不一样 我觉得从这个地缘政治学的角度 那么朝鲜所处的这个位置 虽然它这个国家是一个贫瘠的国土 但是它所处在这个地缘政治学上的这个地理位置 就显得比较微妙 那么任何的国家要对朝鲜去采取军事的打击 那么它都有投鼠计器的这样的嫌疑 所以也确实比较难 那么如果特朗普真的有一个秘密计划 那我希望他早点拿出来 因为这个问题确实也困扰很久 因为继续困扰下去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第一 它的核武器越来越精进 它的这个核武器越来越小型化 它的这个运载的能力 越来越强 越来越长 越来越准 越来 以后可能还会分担头 那么那个时候再解决 就会变得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觉得现在朝鲜问题的解决 还真是不能仅仅于这个 按照历史的规律 那么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些创新 有一些想法 那么这个问题 美国跟朝鲜 我觉得他们是首当其冲 周边的其他国家 当然也是 确实到了该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时候 说到周边国家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国家 就是南韩 前不久南韩的总统文在寅 终于如愿的到中国访问 我看到两位国家主席总统 也签署了非常多的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协议 也就是说中韩的这个冬天 似乎有点过去了 让人看到中韩的关系开始恢复 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 中韩虽然还存在一点分歧 特别是萨德问题 但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上 中韩两国是一个 可以说立场是相互协调的 就除了朝鲜不要指望 大国会承认你的核大国地位 就核国家地位 大国是不会承认 包括中国也说 朝鲜半岛解决的底线 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是底线 当然南韩也是赞成 当然南韩同时也反对 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 对朝鲜的动物 中韩的立场协调 中俄的立场协调 对未来解决朝核问题 现在看来中美立场也在逐渐协调 这对解决朝鲜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 或者说有什么重要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Remain to be seen 可以邮待观察 也为什么呢 就是大国的合作加强了以后 那么他们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朝鲜 那么朝鲜有的时候 由于他开放程度不够 对外面的透明程度不够 那么当他觉得被高度的孤立了以后 那他也有可能做一些 挺而走险的事情 那希望没有 那么如果要有的话 那当然首当其冲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南韩 一个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毕竟跟朝鲜有非常 这个广泛的这个边界 而且朝鲜的重要的核的设施 试验场 很多都靠近这个 这个我们东北的朋友的这个家园 那么东北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 这个重工业的基地 那么那个地方确实不能出事的 如果出事别的不说 如果这个核的事故发生了泄漏 我喜欢吃的这个东北大米 你就不敢再吃了 没错 更别说其他的 这个所以我觉得 大国虽然应该协调立场 但是大国在协调立场的同时 可能还要这个拿捏好分寸 就是这样如果把朝鲜逼得挺而走险 而你又没有办法一揽子的解决 那么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不协调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协调那么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我相信他们是有有事之事 是考虑这个问题的 而且就像那样 一旦把一个人逼到了 无路可走了 这个人就有可能 什么事都可以都可能做 所以呢 要要逼一逼 要给点压力 但是呢 又不能让这个反弹太过于强大 造成周边的伤害 当然作为中国来讲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点的 应该说 中国一段时间来过来 是有一定改变的 中国从一开始 在朝鲜问题上 确实动作不那么多 一直认为朝核问题呢 还是你美国的问题 如果你美国能跟朝鲜直接谈判 答应朝鲜的事你都办到了 朝鲜也答应你的事也都办到 就没这个问题了 本来就你们两个国家的事 你干嘛非要扯上我 中国一开始也并不是很积极 后来这个特别是 当川普上台之后 两次会见习近平 都就朝核问题 跟中国领导人进行了 深入的交换意见 似乎我看11月15号 我们总统在白宫举行的 亚洲执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他公开讲 他说我跟中国政府的立场 是一致的 我们的底线是朝鲜物贺化 不会承认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 中国现在似乎比较积极 您怎么看国内其实也不是没有反弹 国内有些人说 朝鲜闭管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制衡 这个美日韩联军事联盟的一个棋子 但是也有人担心说 我们会不会以养虎为患 您觉得中国政府怎么来协调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 就是朝鲜毫无疑问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它确实给中国 不仅仅是在这个50年的这个朝鲜战争 在历史上 你追溯到可能要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 朝鲜它很确实在战略 在地缘政治学角度 确实扮演了某种的战略的缓冲地 那么对于中国 那么当然在这个朝鲜战争以后 那毫无疑问 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它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了一个 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大的 号称是三千里江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 那么我认为它确实在历史上是起到历史的作用 但是在近些年的发展 也有一些学者会认为 就是这个朝鲜的战略缓冲地的作用 可能随着历史的推移 由于未来的战争 跟几百年上千年的战争的概念 已经不是 现在不需要大兵团的这个平原作战 这个坦克的大击军作战 现在这个我觉得作战的模式 已经进入了精准作战 也就是这个我们去二战博物馆 你就看那个时候一打仗死个 二战就死了几千万人 那么现在看起来未来的战争的形态 除非发生核战争 那当然是漫无目的的人核武器 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这种常规战争 恐怕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也就是朝鲜的战略缓冲地的作用 我认为它有 但是可能在逐渐的下降中 相反的由于在朝鲜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当中 不断的发展这个核武器 发展这个运载的这个能力 包括现在它对中国的种种的这个战略的态度的取向 那么也有学者会认为就是这个部分 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 那么它的这个天平上的作用 可能要又要开始要高一些 也就是战略缓冲地的这个扮演的作用要低一些 那么最后那这个平衡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始终国际的外交 这个政治这个地缘政治学的外交 其实讲白了还是找到平衡点 我相信现在各个方面也都在积极的寻找 就是这个撬动这个能够左右这个杠杆的这个平衡点 肯定不是说有一个事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没有这个事 一定是某一个平衡点上的事 而且这个平衡点确实找起来不太容易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同 而且从特别像中国这个大国 中国正在上升当中 而且中国根据十九大习近平的报告 中国未来的一个国家战略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如果为一场朝鲜战争 最后把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进程给打断了 这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中国就是不能希望 不能见到朝鲜战争战火再起 也不希望这个战争再起 但是我的问题是 美国显然是希望中国更多的来参与 因为他知道 你只要中国明天把汽油门 这个煤气门一关 朝鲜就投降了 有那么简单吗 或者中国会那么做吗 首先我也不认为煤气门一关就会投降 尽管那个确实会对他 这个已经是非常脆弱的国民经济 那肯定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但是我刚才讲到 由于这个中国跟美国在朝鲜的无核化方面 是有非常一致的共同力 朝鲜们的无核化中美都赞同 对 但是呢 对于朝鲜问题的解决 两个国家肯定是有不同的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 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至少是既定的 从1949年到今天恐怕都是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就是当然是希望朝鲜 它是长期的存在下去 我刚才讲了 由于这个战略这个缓冲地的作用啊 以及中国跟朝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那么中国肯定不会因为任何的制裁的目的 它主要还是希望它无核化 而不是希望朝鲜政权的崩溃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朝鲜至少目前对美国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信息 也讲白了就是朝鲜一直认为美国的终极战略目标 是要颠覆朝鲜 那么让这个朝鲜半岛统一 被韩国统一 而不是被朝鲜统一 尽管美国一直说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意图 但这个部分的双方是缺乏信任的 而这个部分中国和朝鲜 我觉得这个信任 不论中朝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 至少这个信任我觉得依然是存在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